大家好,我是吴小丽 谢谢大家 我希望我不是那个又丑又矮的一位 北京三月的天气炸暖缓寒 今天颁发的第一位获奖者 他也是和寒冷的温度有关 他就是欧洲第一位 同时拥有欧洲科学院院士 爱尔兰黄家科学院两院院士的华人 孙大文 孙大文的研究延续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在中国繁盛的唐宋时期 欧亚大陆的另一边小国征战不断 海盗们在寒冷的北方海域挥刀掠夺 在北欧海盗的传奇当中 还有一个特殊的技能 那就是利用寒冷和干燥的环境 长时间的保存肉类 在整整的两百年前的1813年 英国人利用了这个古老的技能 发展了现代冷冻干燥技术 从此病人可以安全的使用移植的 而在战场上的士兵 也可以安全的输入血液 人们可以使用保存器越来越长的食品 但是与此同时 人们也发现冷冻食品无法避免营养的流失 甚至是保障食品的安全 但是到今天 孙大文必用了超快速真空冷却技术 使得食品的保存质量大幅的提高 从中国的潮州到爱尔兰 三十多年的时间 在冷冻干燥技术发源地的欧洲 它站在了这个领域的世界之巅 人们常说高处不深海 但是孙大人却认为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觉得 如果他的研究能够为人们 带来更安全的食物 更有质量的食物 那才是最酷的事 一个中国人又在国外立住酒 难度的相当相当大的 Lockdown Clean Drying And refrigeration Process and systems Microorganizing can grow very very rapidly at this temperature Barely rapid cooling is needed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财富 你学会了本领 你拥有了知识 那么你在任何一个社会 在任何一个国家 在任何一个房间 你都能生存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选择库 孙大文